三 如果您的儿媳妇非常决绝的说 我不要孩子 你怎么办 那我真就得 就是真相单位了 但真就是采取一个法律的办法了 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形式非常严峻啊 阿姨 我可能问的比较赤裸裸 如果你这个儿媳妇就是不怨生 你不会怂恿你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吧 那我不会的 那我不会 真不会啊 绝对不会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觉得 来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你这个儿媳妇 我要发生什么样的 我 bureauc了 这就是这个儿媳妇 他就是这么多的 ょ强的 丶曆 他就是年轻民人语的 你呢 好我想要 我 来吧阿姨 这儿媳妇挺绝情的啊 她根本压根不来 她可能考虑到她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复你 就干脆不来了 你就实话是说呗 有啥事跟上面把话落开 你别逼得太紧了呗 其实吧 也不紧 就是两年多 严丑三个年头了 严丑她也三十岁了 真的我想的也很简单 也跟普通老太太是一样的心情 咱们虽然说急着要孙子 但方式方法上可以注意一下 不要去干涉 你可以做意见参考 更不能去说做什么换药扎药 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她其实来了 你收拾好眼泪 好好跟她说 她现在在第二现场 我们隔着屏幕先跟她聊两句 好吗 来我们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贵姓 我姓刘 我叫刘欣 我之所以没有露面 是因为 因为之前 我和婆婆在电话里的时候 经常会说到这个话题 一说到这个话题 她就特别的急 然后会生气 我不敢面对她 我怕 我怕她生气 从时我也心疼她 你对这个生孩子事的态度是什么 我的态度是 我不是不生 我是想等我事业再稳定一下 再等两年再生 你爸妈的意见怎样 其实我爸妈跟我婆婆的态度是一样的 两边都逼啊 两边都一样 他们都天天的催我 那你丈夫呢 我丈夫支持我的想法 你丈夫支持你的想法 你看最关键是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有叛徒 这样吧 无论如何 您还是 出来跟阿姨聊一聊 很多事情 可以当面解决 老师藏着椰子也不是个事 你说呢 你考虑一下 妈的老脸都喝出去都来了 这个生一个一套房 生两个两套房 生两个再加50万 来吧 新鲜 见妈一面 不是所有的女孩都有这样的机会哦 来吧 你考虑一下啊 来让她考虑一下 来把第二现场关闭 让她考虑一下 看得出你的儿媳妇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要是声色利润 反倒不促成事情的进展 你要柔化 以柔克刚 你可以磨脸了 但是呢 不要太过于熟烈 你就慢慢边说边磨脸了 她会同情 好 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搜主意还是什么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内心并不完全赞同老太太的说 对 我并不完全赞 我觉得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 就是她的儿媳和她的儿子 现在是在北京 他们在沈阳 那说明他们其实是事业型的 跟事业型没有关系 我觉得事业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是说你挣十万是头 百万是头 还是一个亿是个头啊 它没有完你知道吧 你永远觉得上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要是这样 我觉得六十岁也没法生孩子 对吧 对的 我觉得八十岁以后 他自己的梦想 你会让他去追求 我真都听不下去 你倒只为自己的梦想活着吗 但是我们也不能 老年人 你们的父母 是他们一手把你们拉扯大的 他们的感受 你们就这么忽略吗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们也应该体谅一下别人 不要心里头只装着你自己 但是我也觉得 不能够改成70后的想法 八十年代开放以后 就是说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思想 现在已经退步了 你这个世界再大 你得应做再忙 也忙不过你传宗接代 咱们中国俗话说的好 当年媳妇当年孩 今年都第三年头了 我连个盼望都没有 我不说急着 但起码给我个准信吧 让我心里落个体吧 但是阿姨 您的想法是站在您的角度 我觉得相信孩子子女的话 她是希望得到人生的自我实现 而并不是所有东西 都是父母给我的 那样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附属品 曾经也是为了 那个人生的阶段的问题呢 觉得还年轻不急着要 等到真的想要的时候 生不出来了 所以呢 什么阶段 什么年龄 就应该做什么事 真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同意孙老师一见 我也反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 足可以解决的 现在好多明星 都可以是这样子的 如果觉得以后 自己老了 身体机能不好了 生不出孩子了 或者自己的卵子不好了 那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最好的时间 可以把这个东西 放到香港的一个银行里边 把它提取出来 存上 等我想要的时候 我再去要 但是你也受罪啊 又存次又什么的 又做什么什么的 这些过程 你们考虑过了吗 是不是 对于女性来说 三十岁之前生孩子 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说 这是最有好处的 过了三十岁 你的身体机能 都在走下坡路 三年五年 什么五次三番的流产 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很危险的 待会你要用自己的精力 好好地告诉 这个儿媳妇 这个时候生孩子 是最佳时期 对 是的 其实智林老师 智林老师在这条路上 生孩子的这条路上 吃了不少苦臭 你待会一定要 以自己的 帮帮我 对 现身说法 帮帮我 来我们试一下 看看儿媳妇 刘欣今天 会不会来到现场 再试一下 来来来 赵丽 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是否有所改变 如果她来了之后 她依然坚持 两年之后 你能妥协吗 我会 不像以前那样 会心平气和地 跟心心好好商量 我们 尽量能达成共识 顺便问一下 你是想要个小子 还是要个孙子 要个闺女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比较 开明老太太 要说心里话 是生男生女都一样 只要有一个就行 有一个就行 现在国家也给政策了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三 四 二 六 三 一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会让人感觉珍惜 终于等到你 初点要做过你 你好 最自然好 所以你跟婆婆长得很像母女 我们感情也像母女 你到底想怎样 说嘛 我也挺为难的 其实我和我婆婆的感情 真的就像我和我妈妈是一样的 因为婆婆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那就生了 我